大家好,我是老人 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叫Only Watch 我们知道每两年会有一些万表厂商专门推出全球独一份的万表 去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 这个拍卖会就叫Only Watch 所以本期节目的是没有任何实物展示的 因为这些万表只能出现在拍卖会的拍卖上 而且很多表一旦被拍卖之后就再也看不到 那这期节目我们看什么 我们主要就看一看参加Only Watch的品牌 它们究竟都有哪些有趣好玩的万表 先来说一下Only Watch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活动实际上是从2005年开始举办的 每两年举办一次 它是一个钟表的慈善拍卖 发起人是一位摩纳哥人 因为他的儿子早年患上了度视儿童肌肉萎缩症 而这个活动的赞助方是摩纳哥清华二倍二世基金会 各个万表品牌几乎都会参加这个活动 所有的万表厂商都是免费把这枚Only Watch提供到拍卖会上去 而拍卖所得也是拿来去赞助这个病症的研究工作 从这一点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慈善意义的活动 而到今年的Only Watch刚好是第十届 今年一共有73个品牌 它们目前提交了62个作品 应该还有作品或许能看到 而且每年Only Watch都有主题 今年的主题是彩虹色 先把主题搞清楚 后面这万表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做成这样 参加Only Watch的万表品牌一般分两类 一类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主流大厂 还有一类就是一些独立指标的厂牌 作为一方面就是我可以做出最好的万表来捐助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可以做出一些有话题性 或者拍卖金额很高的万表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而在往年的Only Watch当中拍卖最贵的表款 基本都来自于百达菲利 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百达菲利还没有公布它的表款长什么样 它只是说今年会采用一个全新的机芯 而且这个万表是限量30枚 其中的第一枚会和另外29枚不一样 而这枚会拿来作为今年Only Watch的拍卖之用 还有就是今年刚好又是百达菲利CEO 斯登的老爹菲利普斯登85岁的生日 所以这枚万表斯登也想把它做做好 给老爷子做个庆生活 艾比今天拿来的Only Watch实际上是来自于 艾比皇家像树的26735 换成了白陶瓷的表刻和表链 七星甲板做了一个镀蓝色的处理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诚意度一般 但是你考虑到现在皇家像树也很贵 所以它的价格 应该拍卖价格还是蛮贵的 会比市场价略高一些 但是高多少就不知道了 理查米尔这次的Only Watch实物还没有公布 他们是先给了个概念图 应该万表还是在制作的过程中 从概念图上来看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项链表款 当中的万表应该是来自于自家的 这个陀菲伦女表改装的一个造型 整个项链上各种东西和材质什么的 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会让它的拍卖价格 变得更贵一些 因为万表再增加一个珠宝属性的话 应该是比较昂贵的 那么至于说它今年能贵到 像百达菲林那样的水平 我觉得也是有难度的 到时候看看实物 咱们再看看情况 今年雨薄的Only Watch 堪称诚意十足 这也是雨薄这么多年来 跟春上龙太阳花里面 我觉得长得最像太阳花的一个表款 因为这也是春上龙本人的一个设计创意 整为万表 这个花瓣外形的尺寸是42毫米 是可以作为至常佩戴的 厚度13.4毫米 12个彩色宝石镶嵌的花瓣 一共是444颗宝石 而中间的机芯也是一个笑脸的形状 机芯的最当中是一个中置駝飞轮 不管是从设计创意 还是从颜值上而言 这枚Only Watch 都是雨薄近些年来难得的嫁作 宝基的这枚我没什么诚意 拿出了自己最不热销的表款 然后把世界史里边的摩纳哥 标成了红色 然后也没有什么彩虹相关的颜色的创意 航海系列表款 估价只有七八万锐了 我觉得它不一定能拍到它估价的水平 宝珀这次Only Watch 同样没有什么太多的诚意 今年是宝珀五十旬的一个70周年 按道理他们应该会拿出一枚 非常独特的五十旬版本的Only Watch 确实这枚作品也很独特 就是他们今年宝珀五十旬70周年的一个纪念表款 而Only Watch版本和普通版本的区别 只是表盘和表圈的颜色换成了蓝色 我是觉得挺遗憾的 就是你既是五十旬的70周年 又是Only Watch的20年 然后你拿出这么一个没有诚意的作品 你对得起谁呢 相比没有诚意的那两宝 你再来看看地多 虽然老历是不参加Only Watch 但是地多这些年 每年参加的时候还都相当有诚意 比如说这次 他们就把他们过去非常流行的 但是已经停产了很多年的 Big Block重新拿回来 这个系列最早发布于1976年 90年代时候就停产了 而这次地多拿回来一个全金的版本 他们给这枚万表自己研发了一个 全新的自产的即时机芯 就是它的MT59系列机芯 你知道MT58系列机芯 实际上是百年龄的B01机芯的地多版 而这次推出了59系列机芯 我个人觉得地多将来 还会不会再用百年龄的B01机芯 是要打个问号 不管是从颜值和诚意而言 地多的这枚Big Block还是做得非常棒的 黑色的表盘表圈加三个金色的小表盘 复古风格浓郁 同时又是唯一的一枚 这枚地多拍卖价格一定不会便宜 至于泰格豪雅 参加安利沃只必须得用他们家的摩纳哥系列腕表 这是一个非常跟主办方相匹配的名称 很有诚意 用了一枚双追针腕表 还有镂空的盘面造型 在背后的自动坨边缘还做了一个彩虹色的设计 它的表底盖还用了一整块蓝宝石玻璃的表底盖 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而且特别提醒一下 如果你是腕表收藏家 同时又是赛车爱好者的话 一定记得拍这枚 因为你如果拍到这枚腕表的话 明年的摩纳哥大奖赛的VIP座位里 有你的一张座席 伯爵这次带来的Unly Watch 是一枚伯爵的Polo系列 镂空腕表 它最大的不同 就是相比在售版本 整个甲板是由绿色和蓝色两个颜色组成的 可能也是为了Unly Watch的概念而来 而且跟彩虹色有一些相匹配 虽然说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但是相比那些专门为Unly Watch开发万表的厂牌 &伯爵的创意度还是相对差了很多 相比之下 同样做高株的宝格丽 这次就让人觉得有点惊喜 他们在这枚万表上用了一个独特的材质 你可能想都想不到大理石 我们都知道大理石材质这种是非常脆 而且挺难以加工的 但是宝格丽却用它做了这枚万表的表壳 表链还有表盘 圆形万表来自于宝格丽的Octo超薄系列万表 大家知道这个驼飞轮机芯厚度不到2毫米 但是因为这个大理石材质 你不能做的太薄 所以整枚万表用上了大理石的表圈表壳 还有表盘之后厚度是6.9毫米 也是非常轻薄 但是我要提醒一点 这枚万表买回来之后千万不要做日常佩戴 因为随时一个磕碰这种表可能就废了 肖邦为今年的OnlyWatch带来的是一枚 LUC机芯的万表 LUC1860 这枚万表的盘面采用的是一个冰绿色的表盘 然后上面有手工的鸡肉纹雕花设计 还是蛮古典的 它的钢材 肖邦说是用他们自家的80%的回收钢什么 为了证明它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承诺等等 靴头还是蛮多的 但我觉得其实主要卖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独特的盘面颜色 第二个就是说LUC一般都是贵金属 这次用的是不锈钢表格 也算是一个靴头 但是跟彩虹的主题的相结合的地方在哪里 我在这枚万表上并没有看到 直播今年的OnlyWatch也蛮有意思的 他们把他们在2017年发布的一个带有恒定装置的表款 做了一个改变 就是把它以前那个表盘是在万表12点钟到中轴位置的小表盘 把它变成了正常的三针表款的中轴的设计 这样的话整枚万表加上下面的这个金桥的结构 就看起来特别像一个人脸的一个造型 外加这个六天的动出显示 整枚万表主要突出就是它在这个万表6点钟位置的 这个恒定动力行动装置 还有包括这个硅晶体的框架 还有弹性油丝结构等等 还是因为还蛮有科技性的表款 这次单独拿出来做OnlyWatch拍卖 也可能是为了将来这个万表重新回到市场 先做一个打头阵的一个效果 雅典今年要表扬一下 他们今年拿出来的这枚OnlyWatch的万表 就很符合主办方的这样一个主题色的要求 他们把之前那枚非常漂亮的带两个百轮的宇宙飞船 就是Freak S做了一个彩色的版本 从这个外面的刻度圈到中间这个主要的零件 全部都用了彩色的设计 这枚独一丸的万表 我相信在这次盘裁会上 应该会拍出一个相对比较贵的价格 因为原本的Freak S在市场上就挺受欢迎 而香奈尔今年的OnlyWatch有点让我出乎意料之外 它就是在今年推出的香奶奶水手服 这个黑白两个万表的基础上 做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独特的表圈 然后两支组成了一个套装 变成了一个OnlyWatch 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这个套装是作为一个VIP专享的set 放在这个直音精品店里边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但是把这玩意拿来放到OnlyWatch的拍卖会 尤其是第十届的这样一个拍卖会上 总让人觉得差点意思不是吗 同样是卖包的 你看LV就比香奈尔要到位很多 今年的OnlyWatch他们也是发大招了 之前出过两款动偶系列的一个独特表款 这次拿来做OnlyWatch 而且还用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设计 爱因斯坦这个非常调皮的土舌头造型 在这里用的是灰条法郎 而且它这个不修蝙蝠的头发 延展出来的部分 还跟这个表格上的按键 还有这个表耳上的造型 完美的融为一体 特别要表扬一下 就LV在这枚万表的盘面 那些手写细节上也很到位 比如说手写的OnlyWatch 跟这个草稿一样 还有就是这个能量守恒的方程式 也变成了LV的平方的这样一个设计 分钟的显示 逆跳的功能的设计 也变成了手写显示时间 而这枚万表的小时 是在爱因斯坦的头顶上 每隔一小时顺跳一下 而当你按下按键的时候 爱因斯坦还有给你吐个舌头 这枚万表我觉得是今年 OnlyWatch里面难得的加做 它也是非常有机会去拼一拼 今年这个拍卖价格第二高的位置 为什么说它是第二高价 因为百达非力大概率会出一枚大复杂 而理查德米尔那枚万表 未必能拍出一高价 所以它是有机会 那第二高价格 爱马仕今年参加了这枚 OnlyWatch的万表 跟去年一样用的相同的表款 都是爱马仕的世界式表款 只不过今年为了迎合彩虹色的主题 它们把全球各地的城市名称变成了渐变的彩色设计 估价也不高 三四万锐朗 我相信实际拍卖的价格也不会贵到哪里去 毕竟对爱马仕而言 只要这份心意给到就够了 万表不用重新再造 博来士今年的这枚OnlyWatch 做的倒是蛮有意思的 用了他们家这个镂空的造型 之前他们推出过镂空的裤窝头的设计 而这次这枚镂空呢 变成了一个镂空的彩色的主题元素的表款 整体的设计呢还是蛮有时尚感的 然后上面用了很多这个三角形组合的这样一个几何图案 这枚万表如果你很喜欢博来士 而且你手腕也比较粗的话 还是蛮适合你去拍拍看的 我估计三五十万就可以搞定这枚万表 参加拍卖会体验一下OnlyWatch和乐不为呢 真历史参加今年的OnlyWatch就比较有意思了 他们大概发现他们没有办法用一枚万表 来呈现出这个五彩斑斓的效果 所以他们干脆呢搞了四枚 就是真通拿一次性搞了四个不同的配色 我个人觉得这一套呢拍卖价格不会太离谱啊 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但我想说的是这是否意味着真通拿 马上就会变成七彩葫芦啊 喜欢真通拿的朋友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相信在接下来两年里真历史的真通拿 各种五花八门的颜色可能就在路上 万宝龙今年的OnlyWatch呢 我觉得也一般吧 从正面来看的话 除了南北半球世界史上这个精度线 是用了这个渐变彩色的这个线条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West的这个方向呢 变成了OW就是OnlyWatch的缩写之外呢 主要的变化是在表背 用了一个彩色的山峰 然后呢外加一圈彩色的修饰 喜欢挂卯龙的朋友呢 倒是可以去拍一下 我估计它实际成交价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好那么大厂牌看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今年的各个独立指标厂牌 参与OnlyWatch都有哪些表款啊 我们一个个来啊 有的名字我念不出来了我就不念了啊 首先第一个呢是FP9对吧 这两年如火如荼 但是现在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啊 他们今年呢推出的这枚腕表呢 42米表性 然后呢它应该是一个运动表款 这个红色的指针很抢眼 而这个蓝色的盘面呢 就是磨砂数字啊 只有在特殊的角度上 你才能看到这个数字 而这枚腕表呢 其实它漂亮的地方是在背透啊 这是给表处准备的啊 估价呢是20到40万锐的 可能实际成交价应该比这个会略高一些 相比之下呢 切金的这枚onlywatch呢 还是花了一些心思的 可以看出切金是希望通过这枚腕表 告诉别人 他们也可以做非常复杂的小丑 而不是之前那种啊 用了一个通用机芯 然后只是在盘面造型上 做一些文章的小丑 因为这枚腕表呢 包含了16项复杂功能 包括陀飞轮 还有11个天文功能的显示 比如月像啊 日出啊 日落方位指示器啊等等 很多东西呢 都在申请专利 所以呢 这次给到的呢 也是这枚腕表的设计手稿 实物怎么样啊 我们在拍卖会上见 而宝格丽旗下的尊达呢 对 就是那个尊达大师的尊达啊 因为他后来呢 他的公司被宝格丽收购了 所以这个品牌呢 现在还在宝格丽旗下 这次推出呢 是非常漂亮的一枚米老鼠 而且是米老鼠端着生日蛋糕的 为什么 因为这既是迪士尼100周年 又是尊达首款腕表诞生50周年 而且呢 又是恩雷卧的第十届啊 三个生日一起过啊 这个米老鼠还是很开心的 从壳形到盘面设计 再加左右对称的两个表冠 为什么左右两个表冠 因为他把三问功能和逆跳功能结合在一起 开发了两个独立的时间计算系统 而且还可以做到完全同步 我倒觉得这枚万表 应该会在今年独立场排里面 拍出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而亚克德罗今年的这个恩利沃尺呢 有点出戏了 就是在这个彩虹元素呢 是整个盘面都是彩虹糖水的这个元素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细节 其实他们之前有过类似的表款 就是这个滚石联名乐队的一个表款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这枚万表 是这个系列的一个全新的形象 但我觉得有点出戏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于这个土舌头啊 对吧 实在是有点夸张了 如果你不喜欢舌头的话 千万不要拍这枚万表 因为在盘面上那个舌头还是夜光 而同样是做这种精密动态呈现 今年杰克报的这枚恩利沃尺啊 肯定是比亚克德罗那枚卖出来要贵很多啊 因为它呢四轴驼飞轮 然后下面用了各种各样大块的宝石 比方说黄玉啊蓝宝石 黄水晶16时什么做了镶嵌 还有呢就是机芯比较复杂 485个零件 也是杰克报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万表的造型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枚万表还是挺契合今年 恩雷沃尺的主题的啊 特别适合那种喜欢炫耀 然后呢又有钱的买主去给慈善事业做点贡献 而亨利沃尺呢 今年则是拉着MBNF两个鬼才一起参加恩雷沃尺 他们推出的表款呢 今年还没有给出全貌 只是给了个小细节 一直在打叠的小群猫啊 所以这枚万表呢 应该也是有一个非常夸张的立体造型 里边有些小动物或者小元素组成啊 大概是这种感觉 康斯登他们今年参加恩雷沃尺的表款呢 其实这个盘面上这个天象仪的模块呢 之前在凡克亚宝上出现过 对 他们把凡克亚宝的这个 给他提供天象仪模块的这个荷兰独立制表厂牌的人呢 拿过来联手做了这枚万表啊 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复杂功能的话 康斯登这枚是会便宜很多啊 估价9万到11万瑞士法郎 估计在180万左右应该是可以成交 而这两年挺火的一个独立厂牌 叫Crayon啊 应该是这么念的 他这次呢 第一次用钛合金做了一个恩雷沃尺的表款 其实他们家万表盘面 正面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独特的地方 就是一个日出日落的显示 但是他会把一年365天 每天的日出和日落的时间 准确的放在盘面上 而且如果你买他们家表的话 你是要提前预定的 你定表的时候 你所在的位置告诉他 他就会按照你的家乡时 把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 一年给你周二复时的呈现出来 这是他们家最厉害的地方 而且这枚万表的背后呢 也挺好看的 当然这枚恩雷沃尺的话 估计会卖的比较昂贵一些 RGB II呢 今年参加恩雷沃尺呢 就是在他们家这个客定表款的常客啊 就这个万上小飞碟上 又做了一个全新的版本 带有一些这种敲打痕迹 包括这种碎屑痕迹的这样一个飞碟表款啊 作为今年的恩雷沃尺 而且呢在后面会写上 unique piece的字样 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 今年参加恩雷沃尺的作品呢 就是这个品牌啊 名字太长了 你们自己看一看啊 两个品牌联合在一起的 然后呢 他们家最有特色的什么呢 就是他只有一根纷针 你怎么看他的小时 你会发现呢 盘面上所有的小时都是倒过来显示的 对 因为当现在是哪个小时的时候 这个数字呢 会转回来啊 变成正常的小时 所以还蛮好玩的啊 他们家其实有很多好玩的这种 小时啊 转动的这个表款啊 如果感兴趣的话 其实国内有他们的经销商呢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而在今天恩雷沃尺特辑中 做压轴的呢 是最年轻的独立指标厂牌之一啊 Beaver对吧 就是那个Beaver老爷子啊 他的厂牌 他推出了这枚恩雷沃尺呢 也挺好看的 而且带三文功能 背后的寄星背头也很漂亮 正面呢 是用这个蓝宝石 镶嵌了一个水上 然后一个月亮升起的一个造型 还有很多彩色的这个小萤火虫的一个设计啊 当然Beaver的表款呢 他之前呢 第一枚万表呢 出现在拍卖会上 刚好拍了100万锐了 这个有点做局的感觉啊 不知道他这个品牌将来会怎么样啊 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这表什么 Only Watch 到底都有哪些独特好玩的万表的一个特辑 我不知道大家对其中哪枚万表特别喜爱呢 也可以在评论和弹幕区告诉我们 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一直办下去 因为每隔两年 你就能看到一些独特有趣好玩的万表 这也是万表的乐趣之一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